这只苍蝇把牙签当杠铃 拿磁带当跑步机 用弹簧做拉伸 练就八块腹肌 喂的就是杀人 这只苍蝇其实是一个男孩的投胎转世之身 这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 男孩名叫纳尼 是个标准的穷小伙儿 还暗恋女孩大眼妹 两年的软磨硬泡下来 大眼妹也对她有所心动 但好巧不巧 正好有个土豪狡诈哥 也看上了大眼妹 借着给对方的教育机构捐款为由 成功搭上了大眼妹 纳尼见到狡诈哥 约大眼妹出去吃饭 她就在旁边摆动作挑逗大眼妹 一场午饭下来 大眼妹的注意力全程不在狡诈哥身上 这让对方有所恼怒 看着大眼妹跟着穷小伙儿在一起 居然嬉皮笑脸 跟自己这个身价过一的土豪一起 却摆着张臭脸 凭什么 这晚大眼妹终于接受了纳尼的表白 她用铅笔钓刻了一颗爱心吊坠 本想着下楼送给纳尼 结果一辆面包车驶过 纳尼居然被人拐走了 拐她的人正是狡诈哥 狡诈哥已经怒气上头 老子纵横情场多年 就没有得不到的女人 哪怕有人阻挠 都务必除掉 狡诈哥执意杀死纳尼 光着脚踩住她的气管 结果活生生把她踩死了 这个男人多么狠毒 隔天大眼妹走在上班路上 面前的人群却挡住了她 她走上去定睛一看 地上躺着一具尸体 那正是纳尼 血淋淋的事实 让大眼妹心如刀哥绝望不已 但她不知道 此时在另一头的公园里 一只苍蝇破卵而出 这正是纳尼的投胎转世之身 纳尼还没来得及 接受现实 一场大水就扑面而来 她立马转身逃命 成功逃过一劫 纳尼飞进一户人家 趴在杯子上休息 结果一个颠簸 让她跌进水中 纳尼拼命挣扎 抬头却突然发现 面前这个喝水的男人 正是杀死自己的狡诈哥 纳尼气不打一处来 立马飞出水面 摩拳擦掌准备进攻 她忘记了 人类对于一只苍蝇来说 就是一座无法攻破的堡垒 纳尼没有办法 古话说得好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她找到大眼妹 在对方面前飞来飞去 试图引起大眼妹的注意 但在对方眼里 她只不过是只苍蝇罢了 不一会儿 狡诈哥居然找了上门 想让大眼妹忘记纳尼 但这对于大眼妹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纳尼待在一边也很是愤怒 既然打不了狡诈哥 那就使出苍蝇绝果 耳边骚扰术 隔天 狡诈哥又找到大眼妹 说要带对方出国 去见教育部长 纳尼见大眼妹答应 这还能忍 晚上趁着狡诈哥睡觉 上去又是一番骚扰 可怜的狡诈哥 实在没有办法 打了一晚上苍蝇 最后把自己裹成木乃衣 才成功睡觉 结果第二天直接睡过头 在赶去机场的路上 纳尼又开始捣乱 直接往狡诈哥眼球撞去 还好安全气囊救下了狡诈哥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他震惊一整年 这只苍蝇居然会写字 这下可好 小诈哥精神病都要有了 从此杀虫计不离身 纳尼这边也没闲着 他看见大眼妹 还在为自己的死而难过 当眼泪落在桌上时 他立马飞过去 用泪水写出了一句话 我是纳尼 大眼妹被吓了一跳 但又很快冷静下来 纳尼虽然说不了话 但通过简单的手势和图片信息 这才让大眼妹得知 小诈哥就是幕后凶手 大眼妹气愤无比 决定跟纳尼联手 解决这个恶人 首先就是为纳尼制造装备 物目镜 防毒口罩 必须戴上 再也不怕杀虫剂的攻击 接着练就一身肌肉 变身苍蝇壮汉 这下可把狡诈哥 折磨得痛苦不堪 很快 纳尼在狡诈哥家里 发现一管火炮 在大眼妹的帮助下 他将火药倒了进去 等待一个发射的最佳时机 但狡诈哥也学聪明了 家里换上全封闭窗户 室内没有一点空隙 每个人进门都要过安检 纳尼键无法进去 只好让大眼妹上场 他来到狡诈哥家里 趁对方不注意 扭开窗户螺丝 露出一个通风孔 纳尼立马飞进去 利用自己刚升级的尖爪 把狡诈哥抓得鲜血直流 叫你泡我女人 做梦去吧你 狡诈哥终于受不了了 他找到一个巫师大师 让对方为自己做法 结果大师直接道出 那只苍蝇的真身就是纳尼 真相一出 狡诈哥坐不住了 家里这么封闭 纳尼还能进来 必定有内鬼 而这个人只有大眼妹 结果狡诈哥一查监控 果然找到了真相 他立马抓来大眼妹 并以此来威胁纳尼现身 纳尼不想自己的女人被害 只好乖乖就勤 狡诈哥想和之前杀死纳尼一样 打算吃饺财死他 结果 一窝大乱 狡诈哥跟手下纷纷操起武器 带上丞相仪 不停追击纳尼 纳尼抓住机会 举起绣花针 就要刺向狡诈哥 不料却被对方用磁铁吸住 手脚都被绣花针 死死压住 无法动弹 狡诈哥抓他这么久 终于抓到了 这下恐怕要完 随后狡诈哥抓来大眼妹 在对方面前折磨纳尼 纳尼的一个翅膀被切掉 右手也被戳中 左胸还被刺穿 他疼痛无比 却无法叫寒 这下该怎么办 纳尼立马观察周围环境 发现那管火炮就在眼前 并且角度刚好对准狡诈哥 而桌上也正好撒有火药 他和大眼妹做完最后告别 随后用火药盖在自己身上 现在就差一把火 谁知狡诈哥想要烧死纳尼 还真让手下送了把火过来 最后沾满火药的纳尼 冲往焰火 飞向火炮 再次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爱人 小诈哥被解决后 大眼妹也开始了新生活 结果刚出门 就有流氓来骚扰 却没想到 纳尼居然又活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功夫小盈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